大家好,我是大摇 咱们今天整一个一家三口都拥有超能力 但却被人追杀的电影《怪胎》 这个故事其实是这样的 话说在未来的世界 这个城市中出现了一些异能者 政府为了防止他们滥用超能力 下令对他们展开抓捕 并且把他们关在了一个特殊的场所 也正因为这样 他们被贴成了怪胎的标签 这其中就包括小辣椒他们一家 他的父亲小住的拥有冻结时间的能力 只要他不睡觉就可以控制时间 而他的妈妈桂兰拥有类似超人的能力 方方面面都贼猛 但却在几年前被政府抓了起来 小住的父女俩为了躲避抓捕 每天过着东躲西场的日子 他带着小辣椒成天待在家里 从小就给他做各种心理建设 灌出思想 把他伪装成一个正常人 但对于小辣椒来说 这是非常闹心的 整天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 心里也逐渐有了想法 这天小住在家睡觉的时候 门外塞进了一本冰淇淋的宣传海报 小辣椒拿起一看 这晚上太诱隐了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冰淇淋 可给他缠坏了 他赶紧怕窗户瞅瞅 结果却看到了邻居家的小花 正在买冰淇淋 看到这一幕 小辣椒缠着哈喇的 当时就往下躺 嘴里就开始捣咕 小花给我买一个 小花给我买一个 这点花也真不肯捣咕 他好像听到了小辣椒的声音 还真就给他买了一个送了过来 小辣椒听到敲门声 心里已经乐开花了 终于可以吃到冰淇淋了 他前半会儿把三道门锁都打开后 就准备去接冰淇淋 他爹这时突然冲了过来 一把就给他拽进了屋 同时小花的妈妈南希 也到这儿找孩子 恰巧看到了他们 小猪的怕自己暴露 扶哑了他几句就把门关上了 进来后 他把小辣椒一顿叫到 因为他刚才的举动 已经严重威胁到了 他们的生命安全 为了惩罚小辣椒 让他长点记性 就把他关进了小黑屋 在里面小辣椒呆得无极六寿的 就开始念叨 要这小花能过来陪我玩就好了 花音刚落 还没睡醒的小花就出现在这里 这俩孩子在里面唠了一会儿磕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等到第二天 小猪的过来开门的时候 里面却只有他一个人 为了满足他姑娘对冰淇淋的欲望 小猪的告诉他 下回出门的时候 指定给他买一个冰淇淋 但小辣椒必须答应他 不能跟外面的人接触 老是这家呆子 小辣椒听完非常高兴 隔天小猪的出门去买生活用品 但回来的时候 却被警察发现了 他利用超能力摆平几个警察之后 推着购物车就跑了回来 也因此受了点伤 于是他赶紧找来了纱布 给自己包扎伤口 而小辣椒一心只想着冰淇淋 在购物车里一顿烦 但最终也没能找到他 梦梦以求的冰淇淋 小辣椒一看 你要跟我整这事 那我可不乐意了 说着就过来质问他爹 没想到小猪的因为受伤 昏了过去 这时外面卖冰淇淋的又来了 小辣椒听到后 也不管他爹了 直接在家里拿了一百块钱 鞋都没穿就跑出来了 这冰淇淋我必须得吃到嘴里 小辣椒出来后 看到了这个冰淇淋车 里面有一个老头 咱们就叫他老白吧 老白看到他后非常热情 不但给他拿个冰淇淋 还要带他去公园玩 小辣椒听他一说 开始蠢蠢欲动 毕竟自己从来都没有 与外界接触过 就这样 老白开着车带他去了公园 他在车上一边吃冰淇淋 一边看着外面的世界 心里老激动了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这里 老白把他放到了一个秋千上 但他好像并不是带孩子来玩的 这秋千越来越快 越优越高 给小辣椒下点二叫唤 而老白似乎想要激发他的超能力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一幕 不但被旁边的人看到了 就连警察也被吸引了过来 随后警察询问了老白两个人的关系 老白告诉他 我是他老爷 这是我外孙女 小辣椒听后立马否认 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老白 警察听完 意识到了不对劲 准备去查看老白的眼睛 这也是他们见别异能者的唯一办法 老白听他这么一说 就准备带着小辣椒离开这里 警察看他要跑 赶紧把枪掏出来了 让他俩别动 可老白非但没听他的话 还告诉小辣椒 你的妈妈桂兰 就是让这个人给抓走的 小辣椒听后心里产生了恐惧 嘴里开始捣鼓 让警察走开 没想到警察受到他超能力的控制 把枪揣起来转身就走了 再回去的路上 老白拿出了桂兰的照片 他告诉小辣椒 自己真是他老爷 而他的妈妈 现在被关在了一个大山里 正等着他们去救他 在把小辣椒送回家后 两个人约定好了时间 但是他必须得等小柱子睡着以后 才能出来 于是老白给他出了个招 他拿给了小辣椒一包安眠药 让他等小柱子睡着了 再出来找他 一切安排妥当后 小辣椒回到了家里 随后小柱子也醒了过来 他为自己没有买到冰淇淋 而跟小辣椒道歉 但小辣椒此时 已经不关注冰淇淋的事了 他只想找回自己的妈妈 同时他也知道了 父亲从小又给他洗脑 为了不让他接触外面的世界 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欺骗他 俩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到了晚上 小辣椒在被窝里 拿着妈妈的照片 翻来覆去的看 他希望妈妈能回到自己的身边 结果桂兰真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只不过他非常狼狈 手上还带着铁链子 桂兰看到他后非常开心 没想到这小丫头骗子长这么大了 同时他也意识到 自己已经回到了家里 而小辣椒拥有的这种超能力 能够通过语言和音念 去控制其他人 甚至还能把人的幻象 召唤到自己面前 看到这儿桂兰非常高兴 这时楼下传来了一阵声音 小辣椒一回头的功夫 桂兰却不见了 他来到楼下后 把这个事告诉了小猪子 但小猪子认为桂兰早就死了 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 小辣椒知道 要想救妈妈 必须先给他爹干脑 于是他给小猪子的杯里 下了安眠药 但他的超弱手法 属实不咋地 小猪子喝水的时候 发现了杯子上残留的药末 立马意识到小辣椒想要整死他 小辣椒一看整露馅了 转身就跑 但最终还是被他爹堵在了门口 小辣椒这会儿又动用了他的超能力 嘴里开始嘈咕 让他爹睡觉 结果小猪子也不例外 直接就倒在了地上 而小辣椒的眼睛里也流出了血 这也是使用超能力过度的表现 在小猪子睡着后 他跑到了外面 老白这时也开车赶到了这里 小辣椒上车后 老白把他带到了一家餐厅 在这里 他们找到了一个政府特工雷雷 他是专门负责抓捕异能者的 老白想让他发现小辣椒是异能者 然后把他带进大厦里 从而救出桂栏 但小辣椒听完后 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怪胎 还说出了自己父亲的名字 雷雷这时发现了不对劲 这明显家里还有异能者 与此同时 小辣椒扭头跑了出去 而雷雷立马打电话叫来了支援 老白追着小辣椒一路来到了厨房 没过多久 支援部队就赶到了这儿 老白为了保护小辣椒 立马使用了超能力隐身 带着小辣椒回到了车上 这次的经历 让小辣椒意识到了外面的危险 他开始控制老白把自己送回家 俩人在僵持的过程中 小株子突然出现了 他利用冻结事件的能力 控制了老白的车 在小辣椒下车后 直接带着老白消失了 就在小辣椒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辆汽车向他开来 幸好小株子及时赶回来 把他救了出来 随后小株子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 自从他妈妈被刷走以后 他在家的周围设置了很多的时间气泡 只要他没睡觉 这些气泡就会正常运转 外面仅仅过了几个月 但他们在房子里却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为了小辣椒的安全着想 他决定花钱 把小辣椒送到邻居南西家寄养 但南西寨得知他是一个怪太后 多少钱也不好使 就把他爷俩给撵出来了 等他们回到家 小辣椒发现他老爷已经被绑了起来 原来这都是小株子干的事 随后 他们又被贵懒的事发生了争吵 在争吵的过程中 小辣椒发现南西正在外面和警察对话 这时他的超能力已经全面升级了 他直接把两个人的幻象复制到了面前 这让老白跟小株子都懵圈了 没想到小辣椒这么尿性 他们在两个人的对话中得知 南西已经举报了他们 这可如何是好 关键时刻还得看小辣椒的 他直接控制警察 把皮怼进了南西的眼睛 这时外面大批的警察已经赶到这里 但小辣椒最惦记的还是他妈妈 他开始召唤桂栏的幻象 很快桂栏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此时他已经被绑在了床上 马上就要被处死 小辣椒再次控制医生自杀 并且让他们打开了手铐 另一边 特工雷雷来到了他家门口 进来后和小株子开始谈判 他告诉小株子 赶紧把小辣椒带出来 否则的话 军队的导弹会在60秒之内 把这里炸成平地 而老白则利用隐身 拿枪对准了雷雷 雷雷发现后并没有在意 一个照面就夺下了枪 对准小株子直接开火 小株子没有准备 被打倒在地 等他回头再找老白的时候 他已经不见了 随后他在楼上找到了小辣椒 毫不犹豫直接打出一枪 但这枪却被老白挡了下来 当场领了核发 小辣椒看到后非常愤怒 立马控制雷雷 雷雷就此引弹自信 而外面的警察这会儿 已经联系不上雷雷了 就开始发射导弹 小株子在看到导弹落下后 利用极有的超能力 在最后一刻 把小辣椒爆了出去 另一边桂栏终于逃了出来 直接起陪上天 回到了家里 母女二人终于走到了一块 电影到这就完事了 这是一部小成本的科幻片 但看完之后 还是让人比较惊喜的 尤其是小女孩的演技 非常摘像 在某些方面 甚至可以和X战女媲美 阿丽大家去看一下 行了 今天就整到这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 欢迎转发评论加关注 我是大摇 咱们下期再见